之前我是有捐现款 然后就想说除了捐钱 可能也可以再做一些别的东西 亲子班家长郭于珍得知 意卖会要为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 筹募建校基金决定出钱有出力 其他的几个班妈妈 然后我们就一起分工一起 还有和小朋友一起来 就把这个150盒做完 除了做Jelly我们也做了 有400条的冰条 色彩缤纷的果冻及冰条 使用全天然果肉制作 孩子也参与制作过程 是很快乐的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做冰条 而且这个是我 我有做冰条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要捐钱给国际学校 实际国际学校 家庭是量产最考验的 就是保存问题 却也成功接引有心人 一起为教育献力 冰条要怎么样给他耐到晚上 就是傍晚 我就去找那个干冰的供应 要去跟他们买 可是那个叔叔就很好 他就问是不是做义卖的 我就说是做义卖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是做慈激义卖的 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免费给 为教育大人小孩一起出力 共同成就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 建校的一专一瓦 带新闻真山美志工 陈思瑜 胡永雄 蔡德卿 马来西亚报道